2018台中世界花博博覽會 風源也是一個展區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以葫蘆根公園 跟軟皮紫西亞展開整治 那大家都期待這個展區 能夠帶來風源市區的繁榮 所以在鐵路高架化之後 到花博園區中間的這一段 很重要的就是葫蘆敦峻 我們希望透過把它開蓋 營造成一個清水的環境 能夠促進周邊商店生意的繁榮 經過可以說30年來 這個葫蘆敦峻加了蓋之後不見天日 我們現在讓它重見天日 而且成為一個清水環境 這個一開始地方也是有不同的意見 我要非常感謝民意代表 這個議員里長 還有社區大學 跟文史工作者大家的耐心跟用心 不斷的溝通協調 由下而上行程的最後 大家可以接受的一個方案